虽然返老环童还不太现实,但这是一个好的开始,大家都希望在自己的有生之年能见到科学家们成功研究出逆转衰老的办法,虽然距离彻底实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在一项最新的实验中,研究人员已经成功的逆转了人类细胞的衰老现象,这也为将来的抗退化业务打下了基础,衰老可以看作是身体机能的逐渐衰退, 它与人类常患,得到多数慢性疾病有关,比如癌症,糖尿病和痴呆,我们体内的细胞和组织停止运作的原因有很多,但在衰老生物学上,人们正聚焦于一个新要点,即衰老细胞,如何在组织和器官中积累,衰老细胞是指已经老化,无法正常运转,却同时会损害其周围细胞的功能的细胞, 此前的研究已经证实,据出这些老化,功能失调的细胞,能够改善动物衰老的许多特征,例如延迟白内障并发,虽然我们还是不知道为什么细胞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衰老, 但DNA损伤,炎症刺激,端粒线状染色体末端的依小端DNA大白质复合体,损伤都已逐一在研究报告中露出了端迷。 最近,人们提出,驱动衰老的因素之一可能是人体丧失了在正确的时间和地点开启或挂闭基因的能力, 一个基因,许多信息随着年龄增长,我们逐渐失去了控制基因也调控方式的能力, 身体的每个细胞中都包含有生命所需的所有信息,但并非所有组织或所有情况下都能将所有基因打开。 这也是为什么心脏细胞和肾脏细胞所含的基因相同,两者却并非一物。 当一个基因被细胞内外的信号激活时,便会产生一个分子信息, 其中包含该基因将要形成的组织所需的所有信息。 现如今,我们已知95%以上的基因和因细胞的需要不同而发出几种不同类型的信息。 你可以将每个基因都当作一个食谱,是做香草味的海绵蛋糕卷还是巧克力蛋糕,就看你有没有巧克力了。 基因就是这样,在任意给定的时间会产生哪种类型的信息, 是由一个包含了300种蛋白质的集合决定的,即减阶因子。 随着年龄增长,减阶因子的数量逐渐减少,这也意味着老化细胞的反应能力会变弱, 无法快速的切换基因的开启关闭来响应环境的变化。 研究已经证实,在老年人的血液样本,以及从不同组织内性分离出的人类衰老细胞中, 这种重要的调节因子的水平均呈现出下降的状态,衰老的细胞再生研究人员一直在寻找恢复减阶因子的方法。 而在最新的这项实验中,研究人员通过使用一种释放少量硫化氢的化学物质来处理老旧细胞, 能够提高一些点阶因子的水平,并以衰老的细胞再生,恢复活力。 硫化氢是一种天然存在于人体内的分子,并且已被证明能够改善动物自身与年龄相关的疾病的某些特征。 但是大剂量的硫化氢有毒,因此需要找到一种方法,将硫化氢直接送到细胞中,需要它起作用的区域。 通过使用分子由正编码,研究人员能够将分子直接运送到线粒体, 其细胞中产生能量的结构,也是被认为需要硫化氢进行作用的地方。 由于使用的是小剂量硫化氢并直接把相输送,因此引起副作用的可能性很小。 我们希望通过诸如此类的分子工具,我们最终将能够清除活人体内的衰老细胞, 并且此同时针对多个与年龄相关的疾病进行。 这还是未来事,但却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开始。 本文为蝌蚪无线谱,为蝌蚪无线谱所有,任何媒体,网站或个人,否则追究相关法律责任。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